大家好 我是南瓜仙子 你問我為什麼是南瓜仙子呢 沒有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煎煎 因為必須要減成精華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要來吃必勝客新出的品項 必勝客新出的黑麻麻 黑酥酥的披薩 然後呢 我其實滿期待它的原因 因為我想說整個都是黑的 到底好不好吃啊 它這個是雞肉 它這個有點像黑炭耶 這個是雞肉 然後上面有起司 而且它是芝心的 你有看到嗎 它旁邊這個餅皮裡面其實也有 也有那個起司 明朗說這真的讓人很沒有食慾 我來吃吃看它味道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一咬下去 大蒜的味道炸開耶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這個雞肉吃起來其實還滿嫩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它大蒜味道非常重 然後對我來說我覺得吃起來有一點點太鹹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還OK 它不會到雷 我覺得是OK的品項 就是我覺得糖鮮可以 但我想要先把我這兩顆錘再綁下來 我的南瓜 南瓜仙子 它現在頭上綁了兩顆很可愛的蝴蝶結 來 敲杯 新年快樂 我有點不太缺它的鹹味從何而辣 我覺得應該是蒜加太多了 但是我很喜歡大蒜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它雖然很偏鹹 但我還可以接受 以回購率來說 我還是會買章魚燒跟泡菜燒肉 我們來配一點泡菜 因為它上面是炸雞 所以配泡菜我覺得剛剛好 我覺得披薩館還是要熱熱的吃 披薩不會太硬 這泡菜很可以耶 炸雞是用黑炭下去的 它吃起來其實跟一般的炒雞差不多耶 就是看它的顏色 覺得好像吃起來會很特殊 它就是一般的炸雞 啊 我跟大家說 我來一點就跟大家說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叫欲勤故縱 學起來 想要追女生嗎 OK啦 不要用這種方式追女生 我會生氣 來喔 給你們看一下 泡菜燒肉 有沒有 整個顏色就是 不一樣了 AFLOCK說 它不是算寸的嗎 因為我通常都是點大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小的說 我看佩姐說今天吃留言吃很嚴重是不是 大家都互相看不到那個對方的留言 還是 關燈 關燈… 關燈… 大家都互相看不到留言 莫非 這就是一個7月還在延續的感覺嗎 你以為了7月已經過了 沒有 現在不用關了 可以開燈了 我已經講完我的slogan了 在場我會忘記 來 大家 你們剛剛問說為什麼關燈那麼亮 因為我本身會發光 我也是覺得這樣子真的是安對啊 咻咻咻 這是什麼的量 我去吃必勝客吃到飽都一定會吃這個 而且我都吃爆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吃必勝客的炒雞 來 最後一個泡菜的披薩 大家以為今天就只有這樣嗎 當然不是 剛剛已經有人猜到我今天的甜點是什麼 沒有錯 就是全年最新的一個聯名 我想說要來吃吃看 就是這四個品項 然後是全年最近的新品 它是跟那個什麼 欸這是怎麼唸啊 三角形瑞士巧克力的那個牌子 聯名的那個巧克力口味的 對於我小時候來說 我覺得這是偏比較奢侈的那個巧克力的那個 的點心 我買了四種口味 雪藏蛋糕 拿破崙捲 邦特蛋糕 以及香蹄蛋糕捲 先吃內餡最少是不是 那我先來吃這個好了 巧克力拿破崙捲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巧克力拿破崙捲 99塊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欸它很多層耶 它中間是拿破崙捲 你們看這個分層的這個 它中間這個是有點類似餅皮 酥皮的感覺 然後上下就是蛋糕疊起來 上下這兩個蛋糕好像感覺比較 比較偏扎實一點 然後外面是一般的海綿蛋糕 上面就有他們自己的LOGO 漂亮 我來吃吃看 我覺得吃起來不差耶 可是就是普通 它巧克力吃起來不會到太甜 就是有一點點 有點偏大人的巧克力 可是又沒有苦味 就它的甜度我覺得沒有到很高 中間的這個酥皮啊 吃起來其實我覺得有點太濕潤 所以你沒有那種好… 因為一般拿破崙的蛋糕的那種餅皮啊 你會覺得有點酥脆有點軟那樣子 可是這個是只有軟 然後沒有酥脆的感覺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裡面 其實有巧克力的碎片 所以你在咬的過程中呢 你是真的吃得到巧克力粉的人 不是都只是蛋糕那種軟綿綿的口感 這一點我覺得蠻加分 我給它五分好了 就老實說對我來說我不會回購它 但我覺得嘗鮮還可以接受 吃完的我覺得還好 下一個先來吃雪藏好了 因為我雪藏的蛋糕看起來好像比較… 不要先吃這個好了 好我要吃哪一個 先吃這個 這個呢是巧克力雪藏蛋糕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耶 你看它 它這裡還有一支餅 斷了 它是長這樣子的 它外面有那個巧克力醬 然後上面有一些堅果 我來吃吃看 因為呢它外面的這個巧克力醬果 超級無敵厚 所以呢以至於你咬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受不到那個蛋糕的口感 都會都是那個上面的那個醬的味道 欸我還蠻喜歡這一款的耶 我覺得這一款的甜度呢還蠻高的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喜歡這一款嗎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我比較喜歡吃濕潤的那個蛋糕 我不喜歡吃很乾的那一種 我跟你講這一款超級無敵的 因為就是咬下去之後 你的牙齒齒縫都會變成黑色的 然後是偏 這個要配咖啡的那一種 但我覺得它裡面那個餅乾超級無敵不加分的 然後不吃甜的人不要試 然後它這個是有一點點偏苦甜的巧克力 但沒有到很大人 小大人的感覺大概二十二十四歲吧 看在說那二十三歲可以吃嗎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是邦特蛋糕 邦特蛋糕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上面真的有瑞士巧克力本人 我們先把它切開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欸這看起來真的很扎實耶 你看它補面是長這樣子 我覺得邦特蛋糕啊 它沒有到乾耶 因為我剛剛看大家的留言 我以為它是偏乾的 可是它是扎實不是乾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一點點的油味 有一點點油味跟杏仁的味道 欸它中心是慕斯耶 它外圍是邦特蛋糕 然後它的中心是慕斯 我覺得沒有不OK 可是對我來說那個油味會有一點點扣分 Olivia說像布朗尼嘛 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有蠻明顯的落差 就是這個很容易膩 就吃幾口你就會覺得有點膩口了 中間的慕斯我覺得不錯 中間的慕斯是苦甜 比較偏高級的那種巧克力慕斯的味道 我以為就是有點油味 對 欸我吃完了 這口我給它跟作餅拿破仑膏 這口我應該給它5.5分 大家知道插布里的聲音是什麼嗎 來超級便便便的來模仿插布里的聲音 插布里的聲音就是 好接下來是巧克力香蹄蛋糕捲 我剛剛看有留言說 很多人說這個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對不對 喔它打開怎麼這麼可愛 它是一個瑞士巧克力本人的聲音耶 喔不是 什麼聲音 大聲點聽不見 它這個很像那種就是 北極國度的那種小小房子耶 它真的就是瑞士巧克力的長相 好厲害喔 這個就不能拿起來 這拿起來這手一定會長掉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哎唷這個 這個三角形看起來真的是 哎唷這個 這個叫正三角形 為什麼叫正三角形 喔還不錯耶 它吃起來巧克力味道啊 沒有雪藏蛋糕的巧克力味道這麼的濃郁 然後它整個吃起來是偏就是軟軟的 比較濃稠的慕斯 不是那種流動的慕斯的感覺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還不錯耶 只是它可可的味道沒有到太重 就是它的香味比較沒有那麼香一點點 然後吃起來也偏甜 對我來說我覺得雪藏蛋糕吃起來的感覺比較高級一點點 因為有 有一點點苦的感覺 然後這一款香蹄蛋糕我覺得吃起來不錯 但是甜度對我來說比雪藏蛋糕還是高一點 雪藏蛋糕跟這一款我覺得都可以試試看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雪藏蛋糕 欸我是不是很專業 來快點打破我鼓勵一下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這一款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比較容易會有糖 比較甜的東西呢到最後會卡糖 然後像這一款我吃起來我迅速就有一種 然後剛剛也有人說它覺得雪藏很難吃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看自己個人口味 但我個人是推雪藏跟香蹄 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脆脆看 好最後一口 好我吃完了 好 咻 欸我現在嘴巴外面一圈巧克力 看起來嘴唇超大欸 有沒有很性感 我來速速的跟大家說一下 我覺得巧克力香蹄蛋糕對我來說OK 如果滿分10分的話我應該會給它6分吧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還OK 但甜度有點高 對我來說你買了你不會覺得雷 然後吃起來還OK 然後應該是不會回公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對 然後再來是邦特蛋糕 邦特蛋糕呢它是比較偏扎實的蛋糕 吃起來我會喜歡它中間的慕斯 但我覺得它吃起來有一股杏仁跟油味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覺得它的蛋糕體是偏濕潤 沒有到那種很紮實 可是卻很乾那種 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你滿分10分的話 5分好了 5分 然後再來是拿破崙 巧克力拿破崙捲滿分10分的話 我應該會給它4.5分 因為它中間的那個酥皮已經變得有點太濕 我沒有很喜歡 再來的話就是 我覺得它的那個 裡面有放巧克力顆粒增加它的口感 我覺得這點還滿加分 所以我給它4.5分 再來是雪藏蛋糕 我跟妳講雪藏蛋糕裡面的那個餅乾真的是一大壞逼 因為我不知道它裡面為什麼要放餅乾你知道嗎 它就是拿起來就斷掉了啊 我個人覺得如果它對我來說配咖啡應該會滿適合的 因為它是真的就是有點苦甜巧克力的感覺 然後對我來說是比較剛好的 目前網路上評價最好是香蹄蛋糕捲 然後我個人比較喜歡雪藏蛋糕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呢 除了拿破崙以外的我都覺得沒有到不OK 我覺得算是我今年吃全聯名系列裡面 我覺得這一次算是比較安全牌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好 就是這樣 最後呢結束還是要跟大家說 來 各位 好啦 大家晚安 掰掰 早點睡知不知道